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和反省自我 是我们一生的必修课 反省自己是做人的修养 看过一则很有意思的故事 一天 抹布像往常一样开始擦桌子 谁料想桌子竟然越擦越脏 于是他怒气冲冲地指责起了桌子 你这也太脏了吧 桌子也不甘示弱地回讽 想清洁别人先把自己收拾干净再说 原来抹布自己本身就是脏兮兮的 就像王阳明说的 学须反己 若图则人 只见人不是 不见自己非 生活中 有些人总是习惯苛责别人 却从未反省过自身 又无问题 在他们眼里 无论发生什么 错都是别人的 自己一定是无辜的 事实上 这世上没有不犯错的人 心里这把尺 良人需得先良己 真正有修养的人 碰到问题都懂得先反观内省 检视自我 晚清名臣曾国藩就是这样一个长死己过的人 有次他在家为父亲半寿臣 发小 郑小山也前来助寿 席间 两人因为话不投机 当场争执了起来 愤怒之下 双方都说了很多过激的话 寿宴还没结束 郑小山就气愤地拂袖而去 曾国藩冷静下来后 不仅没有责怪朋友不留情面 反而反省起了自己 如果我能稍微对他尊敬些 他怎么会以轻慢之言待我 即便是他有不对的地方 我又怎么能这么出言不逊呢 想到这里 他赶忙跑到朋友家中道歉 两人很快便重归于好 古语有言 大道之行 不责于人 小说《大人物》里 古龙也曾借主人公杨凡之口告诫世人 无论谁都应该学会先责备自己 然后才能责备别人 否则就表示 他只不过还是个没有长大的小孩子 一味盯着别人的缺陷 人就永远瞧不见自己身上的问题 欲试不推责 欲试多反省 是对他人的慈悲 更是自己的一份修养 反省自己是处世的智慧 看过这样一句话 永不犯错是神的准则 尽量少犯错是人的目标 即使改正 则是真正的智者 人与人的最大差距不在于是否犯错 而是犯错后能否及时纠正 怨天尤人的人只会在过世中沦陷 经常自省的人才能在反思中向前 作家麦家曾凭暗算一书 在文坛一战成名 随后他创作的《解密》《风声》等小说 也广受欢迎 可书迷的追捧和催稿的短信 分之踏来 却让他逐渐失去了当初的坚守和耐心 2011年 麦家仅用了三个月 便完成了三十万字的小说《刀尖》 这部匆匆写旧的小说出版后 招来了许多读者的质疑与批评 这时麦家才醒悟过来 自己在创作上的这种敷衍 对读者有多么不负责 他花了很久的时间来检讨自己 并在开讲拉当中 公开向读者道歉 当初我怎么会这么愚蠢 简直是个谜 但其实谜底就在我的心里 当我被很多人追捧时 我放弃了对自己的一种要求 我想为自己的反省 举行一个仪式 想请你们当我的证人 我错了 经历这次深刻的反思后 麦家逐渐找回了 成名前的写作节奏 继续潜心创作 2019年4月 他写新书 人生海海回归 这部打磨了八年之久的成心之作 不仅一年畅销百万册 更是斩获了诸多奖项 很认同一句话 不懂反省的人 只会从生活中的这个坑 掉进另外一个坑 空有精力 却从无经验的人 一直在原地踏步 欲试多反省 才能于失败中得教训 化不足为优势 正所谓抱怨者自困 自行者自度 真正的聪明人都懂得 唯有拥有刮骨疗伤的勇气 才能收获新生的惊喜 因为那些反思后的领悟 都会变成为自己铺的路 反省自己是灵魂的升华 早前读《原觉经》 看到这样一则对话 文殊菩萨问佛 我们如何才能认清自己呢 佛回道 一切诸如来 从于本因地 皆以智慧觉 意思是说 人只有通过不间断的反省 才能看见最真实的自我 自省是认清自己的必修课 也是修炼自己的必经之路 有个书生在自家书房里 放了两个同样大小的瓶子 每当自己心生一份善念 说了一句好话 做了一件善事 他便往瓶子中投利黄豆 反之便往另一支瓶子里 投上一粒黑豆 刚开始时黄豆少 黑豆多 他就不断反省自己的过失 严格要求自己的言行 时间久了 瓶子里的黄豆越来越多 黑豆的树木 却几乎没有变化 这个书生就是 明朝首府大臣 土普 正是凭着这种长期的自省 他才得以不断精进自我 最终修炼成一代名臣 一座花坛必须定期耕耘土壤 修整杂草 才能芳飞满源 人同样也是如此 所谓反省就是整理 修弃自己的精神家园 被誉为金银之神的道圣和夫 多年来始终坚持 实时反省的生活哲学 每天清晨 他都会站在镜子前面 反省自己前一天的所思所行 今天有没有让人感到不快 待人是否亲切 有没有言语傲慢之处 有没有自私自利的言行 在他看来 自省是迪荡心灵的法门 也是通往更好人生的上帝之门 大哲学家苏格拉底也曾说过 未经审视的人生 不值得过 反攻自省之路 亦是一个不断完善 和超越自我的过程 即使擦拭心灵的污点 才能于俗世中 保一份清醒 守一份淡然 不断去除身上的毒瘤 才能在人生的道路上 行稳致远 杨将先生曾在书中写道 人生一世需要有三个自觉 无非是认识自己 喜炼自己 自觉自愿地改造自己 除非甘心与禽兽无异 人的一生 其实就是一个不断修炼自己的过程 唯有实时关心自照的人 才能在自省中之敬畏 得警醒 明方向 点个再看 余生 愿你学会 睁一只眼看世界 闭一只眼 做智者 愿你在自省中成长 在改变中提升 永远修行 永远在路上 好了 今天的文字就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的话 欢迎你在文末 为我们点个赞看 明天同一时间 我们再会 各位晚安 好吗 请不吝点赞看